我們看到這題目 已知這平行四邊形的兩邊 所在直線方式為 x加y等於0 以及x-2y等於0 一頂點為13 求在第二項線上的頂點坐標 那首先 我們根據題義 畫出這個圖形 那麼 這x加y等於0 是在這裡 x-2y等於0 是在這裡 那麼13這個點 不在這兩直線上 那麼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標示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 我們先求 這一個直線方式 那麼這直線 因為是跟x-2y等於0 互相平行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 這是x-2y等於k 那麼這直線 通過13這個點 所以我們以13 這坐標代入 5 那麼得到這1 減掉2 乘以3 這是等於k 所以呢 這k 是等於1-6 那麼這是等於-5 所以這個直線方式為 這x-2y等於-5 好 那麼這時候 我們要求的是 這第二向線上的0點坐標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要去解 這個直線方式 與這個直線方式的連立方式 那麼現在我們解 這是x-2y等於-5 與x-5 與x-y等於0 那麼我們假設這是第一式 這是第二式 所以呢 我們用第二式去減掉第一式 那麼得到 這相減的時候x消掉 那這相減 我們得到這是y加2y 所以呢是3y 好 那麼這等於0-5 是0加5 所以這是5 因此呢 我們算出 這y是等於3分之5 這個答案 好 那麼我們以y等於3分之5 代入第二式裡面 那麼這x加3分之5 這是等於0 所以呢我們可以算出 這x是等於-3分之5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因此呢 我們要求 在第二向線上的頂點坐標 這坐標為-3分之5 然後這3分之5 這個答案